在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当中 宋丹丹和他的儿子巴图演的是一对同事 那么这一回在新剧《妈妈的花样年华》当中 他们俩终于终于恢复了各自在生活当中的正式身份 出演的是一对母子 发布会当天宋丹丹正好干过52岁生日 懂事的巴图特地将自己录制的歌曲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宋丹丹 发布会有点像是生日会 收到儿子的生日礼物 想必当妈的宋丹丹很是欣慰 在电视剧《妈妈的花样年华》中 宋丹丹和巴图首次饰演母子 发布会上 娘俩在前排落座 两人窃窃私语 原来宋丹丹正在给儿子上课呢 我在给我儿子讲 因为上面有宋丹丹零语 大概1个月5 paperwork 我演一个妈妈 我有4个孩子 她是第4个孩子 但只写3个孩子地方 就没有看 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上恩 然后我就讲 给云丹丹丹的一生 要经历项ync次这样的事 首先说明你的戏意料还不够 如果你是男主角 那不可能 relations 你必须有一天用你的实力 证明把你的名字 只能写在第一个名 那你牛 在这方面永远不要 有信心吗 没有 当给儿子讲完大道理 邓丹丹又从细节着手 对儿子进行了一番教育 你可以把手拿出来 妈妈的身份 工作的本领 希望帮助他 找到一张合适他的床 让他躺上去做梦 女警 你真犯重 你真犯重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这么 remote 你三明月 你十 Reich 以实点 谢谢大家